这种进攻都没有见到 是第一次第一次 注意看 小虎铁英华不小心被一拳击倒 台下的外国美女看到这一幕 也是兴奋的呐喊欢呼 铁英华并没有因此放弃 起身后眼神突变 重拳打得韩国不败冠军狼狈不堪 瞬间让台下观众一片哗然 击倒铁英华的这个家伙 名叫金东秀 此人绝非是一个等闲之辈 来华三年时间就横扫了 中国拳坛半壁江山 就连坦克邱剑良和炸药杨卓 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见这家伙实力有多强悍 所以让金东秀越来越嚣张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面对不知死活的金东秀 铁英华霸起前来迎战 势必要给其狠狠的上一课 让他知道嚣张是要付出代价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几发 比赛开始后 金东秀率先打出次拳试探 铁英华立即后撤防守 没想到金东秀不依不饶 持续不断的上前追击 铁英华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先后撤躲避 随后再寻找反击的机会 包括有部分观众认为 判罚有争议 但是今天又在我们同样的一个擂台 是真正双折 现在小虎铁英华打阵地战 随着比赛的进行 金东秀依旧占据上风 压得铁英华也是非常生气 直接使出势大力尘的低扫砍腿 金东秀反应非常的快 躲开后继续上去压制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铁英华则是围绕绳边游走 尽量避免挨到对手的重拳 进距离特别是拳法打得非常实色 小虎用自己这个吸法和腿法的 这个控制对方呢 也是 这就是八人晋级战的 小虎其实在第一场比赛里 已经脸上挂伤 哦 笑彩了 是他这个拳法的 这个启动特别 这批性特别强 此时不死心的金东秀 将铁英华控制在围绳边 想要一举将其拿下 结果被铁英华抓住漏洞 使出一记势大力尘的转身边拳 直接将金东秀击倒在地 裁判健壮立即上前进行赌秒 没想到这家伙非常顽强 摇摇晃晃的起身后 还想要继续比赛 这也将铁英华彻底激怒 直接猛扑上去抡出左右白起狂轰 丝毫不给金东秀任何喘息的机会 这个时候没就软了 再次被中心 金东秀 金东秀被KO了 看到被击倒在地的金东秀 裁判也是果断地终止了比赛 最终 铁英华以绝对的实力 被嚣张的韩国选手狠狠地上了一课 让他知道来华要低调 铁英华好样的 为国争光